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万人上街 虽然说比521那天少 比524那天也少 可是今天情况不太一样 因为散落在各个县市的人 加一加那是多少人呢 今天我们节目我们是Live播出 给你最及时来关心立法院的情况 然而当52410万人 10万民意上街头的展现 蓝白他们还是选择用了 优势人数想要碾压过去 国会扩权法案是在下午的4点41分 三读通过了 过来的高中同学 他也非常关心公共事务 他看到这些事物料 非常生气 先是有一个国骂的发语词 然后呢 手边的事情不做了 电脑关起来 赶到立法院去 民主倒退路 请教一下 我们是要怎么反制 绿营现在表示说将会提示线 而下一步呢 下一步会是什么 刚刚曹新城董事长他在现场 他就讲了 要罢免有毒的立委 那今天民众在现场 也制作了 你最想罢免哪一个栏尾的票选 要罢免谁 就把那个贴纸贴在他的身上 这有可能被罢免的第一名 是什么人 我们稍后来揭晓 那三读通过之后 可能不会是群众运动的结束 会不会是一个开始呢 我们看这个克金公马 真的没有在客气的 没有最狂只有更狂 传出他们有意要包下 纽约的这个LED墙 海外来告状 而既然教会呢 之前不是有现场 那个手剁猪肉有没有 县主客家咸粥 今天上的菜是 红酒炖牛肉 那国内外的克金公马 现在感觉像是在比衡的 而现场的那个回头草专区 一定让柯文哲是非常的紧张 尤其美丽岛电子报的名叫呈现 民众党的年轻票 精英票糟料料 一来一回大跌二三十个百分点 那么克文哲他还今天 他有在脸书PO文 包括IG什么等等的社群 他还撑着在那边讲说 痛苦会过去 美丽会留下 一个如此粗糙的法案 三读过才发现说 过来所知你不对 或是语词会不对的 哪里来的美丽可言呢 好 开始我们更多谈谈之前 先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作家库林 库林好 大家好 欢迎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左手边来介绍资深梅田 周年华 贵也好 大家好 资深梅田陈东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稍后台北市议员苗波亚 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那现场我们赶快来看外场的情况 我们今天开了四个框 除了立法院外面 立法院的里面 还有包括我们开的是台中跟高雄 那今天呢 虽然说其实天空不作美 整天下来 不过还好在这个下午过后 陆续雨势比较小了 公民团体跟民众呢 他们今天还是冒雨来集结 最新情况我们连线给记者郑凯中 好 现在人所在位就在中山南路这边 可以看到我四周 其实全部都是来来去的 尤其在中山南路的马路上面 更是聚集非常多人 那他们手上拿的标语之外呢 还往前方十字路口 电视墙看去 因为上面正在转播台上的学者 或者是精神领受他们的致词 那另外没有在这边来听这个致词的人呢 他们就会在旁边的人行到这边 就是非常冷静跟理性的举折 他们的标语可以看到 像是呢有人就说 你以为我很爱上街头吗 来嘲讽这个蓝白立委 那也有其他人非常有创意 他写的复仇者联盟 还有奇异博士 那这个复跟奇呢 其实就是复昆奇的意思 另外又拿出与球拍跟网球拍 写说过权法案不是改革 还有呢就出一个轻鸟 这是他们这次轻鸟行动 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logo 上面写的反过权 抗恶法 还有说我是被蓝白动员出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写 因为先前 共党跟这个民众党的柯文哲 还有富国纪不是都说 这些人全都被民进党动员的吗 但是他们在表达 他们是自己被蓝白动员出来的 以及这边还有非常有创意的人 他是用了这个韩国瑜的图 然后还放了一个电灯泡 上面就写的是 问你虽为国昌 所以这边呢 他们其实都非常冷静 那是表达自己的诉求 就是要抗议蓝白坚持要来推国会 扩权法 那其实在中山南路这边 刚刚提到其实非常多人聚集在这边 但是他们也是很有秩序 想听上面的人 质词的人就会紧的 而且他们其实是有一些 这个志工在现场管制 据说不要在通道上面 所以让大家其实是可以非常顺畅的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那今天稍早在近八点的时候 其实现场也喊出 人数已经破了两万人 尽管在下午傍晚五点的时候呢 这个蓝白坤的国会扩权法 也就是立院的职权行使法 已经三读了 但是三读之后 在中山南路 以及在晋南路上的人 还是没有散去 而且看状况呢 越晚人是会越来越多 而且其实不只是现场的人越来越多之外 在这个群众里面 非常多都是年轻面孔 他们都是自发型来到这边的 那等到之后呢 这个八点之后 舞台上的精神领袖跟这个学者 他们就是已经质词会来 结束之后呢 他们这个主任单位 也设计了一个桥段 就是会有投影 这个建筑投影 会直接投影到群贤楼上面 那上面也会有标语 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就是反对这一次的这个扩权法 那稍后有尊重画面持续在现场 为您守候 好 我看到凯中站的位置 是在青岛东跟中山南路的那个角落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镜面上 这个虽然灯光看起来比较暗 可是你看到 万头砖洞 有没有 因为呢 很多人在这个 差不多被下班的时候 4点41分 哇 什么 大家已经民情激愤了 那他还是一样照常的三毒通过 有很多人在下班之后 包括我的同学非常关心这个事情 电脑乖 马上冲出去 立刻就要杀到这个现场 来关注这个事情 不过我刚刚知道说 主办单位他其实是希望 尽量可以安抚 现场民众的情绪 不要太激动这个样子 不过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公民力的展现 那晃哥 我们除了说今天有很多周边的 比方说那个青鸟行动 青鸟行动跟你说 那个鸟的位置方向要划队 非错的你就到了这个西台湾去了 就不是去民主自由的世界了 那我们从一个最新的东西来 因为4点41分过的内容法条 就大家最不能接受的 那个立委职权行使法的部分 然后他就是国会扩权法案 可是他不是赶着要过吗 赶着要过的情况下 是不是就出包就包起来 我先简单讲一下 因为我想说 他们为什么三读的条文 还可以再提文字修正 三读不是就已经过关了吗 三读不能做文字修正 对然后三读文字修正 他们要干嘛 新台币1万跟1万元 他的文字就是 官公的时候 就有一些字物的错误了 那再来呢 得储分什么什么 什么叫得储分 储分是一个 算动词吧 对 储分书 你是要送储分书不是 对不对 不一样 后面方法 他把物件改成档案 对 物件跟档案是一样的东西吗 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一直在讲说 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它的立法品质相当的粗糙 那黄桑说没有出照 国民党一直在辩护 但是呢今天光是从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好 前面讲过我就不讲 我就讲今天三读的细节 立法院的三读只能做标点符号跟错别字的修正 还有就是说万一你在三读的时候发现说 可能规定有违线的话可以修正 其他是不能修正 就今天在三读的时候 他除了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 要三读的时候呢 意识人员在读三读 因为三读是这样子 就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 然后修正内容什么 然后意识人员全部把它念完之后 然后三读 在念的时候 所有的委员手上没有修正过的三读的法律条文 完全没有 所以后来是民进党的立委提会议询问之后 韩国瑜主席来赶快去 意识人员赶快印 印完之后到手上呢 国民党丢出的这一份叫修正动议 大家看哦 这个修正动议 他盖的是党团的章 中国国民党立委党党 傅宽崔岐 侯孟凯 签名 书记长 修正的内容呢 这个园在法律上用于这样子 我们的法律有明文规定 没有写新台币的园叫做银园 银园的币只是我们现在新台币的三倍 要乘以三 所以他这个他这个写新台币一万以上 十万元以下之罚还 这个到底指的是银元还是新台币 说实在我已经我也被他搞得有点乱 因为他们有点单位 他只有定义清楚 对 然后呢最夸张的是这个 这个完全是置换概念 物件跟档案是两样不一样的东西 物件什么叫物件 比如说我的手机这是一个物件 然后呢我的A4的指一叠或是一个电子档案 这个叫做档案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你怎么删读还可以修正呢 就后来被民进党委员发现之后呢 国民党就很丢脸的又撤案了 我当作没有写错字 当作我没有写错这个内文 好那这个法律三读通过 对不对 接下来行政院可能会提复议 提完复议之后呢 总统公告实施 好生效了 那请问 以后我们是要拿物件还是拿档案给他 我们是要拿物件还是拿档案给他 照法律通过叫物件对不对 好所以我告诉大家 以后立法院要求你提供档案的时候 你可以不提供 我只要物件就好了 物件就是物件嘛 物件啦 好像家里现在拿一拿物件就好了 也就是说后来呢 我刚刚跟Grace研究出来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我有一个file夹 档案夹 但是我给你空的 因为档案夹叫做物件 因为里面没有档案 所以不叫档案 我只给你档案夹 所以你光从这一点点小小的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立法品质有多么的粗糙 它粗糙到 连三读都还可以再把物件改档案 这是完全是置换概念 好这个法律公布之后 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 立法院可以罚人民的行政罚款吗 为什么可以 不是这个不是法院的事情吗 行政罚款在中华民国的五权宪法里面 只有行政权跟司法权可以罚 那他都有救济的管道 比如说行政罚款 行政权罚的你可以打 可以诉论可以行政诉讼 对 那司法权罚的 你可以一审二审三审 好 那立法院在五权宪法的规范里面 他是没有权利去罚行政罚款 可是我请问大家 在今天通过的法律条文里面 他有没有讲是由谁来处罚 完全没有 他是告诉你说我要罚多少钱 但是没有讲 这个法律的主管机关是谁 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法律 一定有他的主管机关 他的主管机关如果是立法院的话 好 现在问题来了 那以后请问罚款是要交给立法院吗 是交给周万来 交给韩国瑜 还是交给傅坤其 那立法院以后 明年开始 他税入预算要编列罚款 因为我们每年行政机关 税入预算都要编列罚款收入 那你以后税入是要编罚款 编罚款的收入 立法院这么缺钱 缺钱到要跟人民抢钱 不是 因为他没有讲说 我钱要交给谁 对不对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好 藐视国会罪 因为刑法的一事一之一条 可能今天晚上 大概表决就会过了 藐视国会罪 请问立法院 你是移送机关 你认为温朗东藐视国会 移送到法院 那以后谁去立庭 因为这个是公诉罪 公诉罪要有公诉的检察官立庭 那请问谁去立庭 谁去出庭 周万来韩国瑜还是傅坤其 可是这三位都没有检察官的资格 所以他不能立庭 那你要再找一个公诉检察官 好 那如果最后的结果是 法院认为说 这个无罪啊 温朗东很有礼貌啊 他没有藐视国会啊 判无罪 那温朗东可不可以去告立法院 诬告罪 可以啊 诬告的本型比 藐视国会一年以下还要中哦 对 好 那立法院很不爽啊 对不对 哦 你这个法官苦林 你这个法官 你敢伤不出 你要藐视国会 成立调查小组苦林过来 藐视国会 真是没完没了啊 这不是进入一个无限的回圈吗 对 所以你说这个藐视国会罪 他荒不荒谬 国民党很喜欢拿这个美国的例子来 可是问题是 美国的行政程序跟台湾不一样 第一个美国叫三权宪法 第二 美国的藐视国会罪 他只有当国会听证会 传你不来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会被移送 而且他移送是到法院去处理 他们有大陪审团制度 有司法审判 好 那你立法院在立这个法的时候 你要定藐视国会罪 我也没意见 可是你至少要把这个 立法的范围 也要规定清楚 大法官585号解释 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限制到一般人民的权利义务的时候 法律明确性跟比例原则非常重要 可是我们看 这一次的立法院执政院刑事法 所有牵涉到一般人民权利义务的东西 他完全没有法律明确性 也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 我们等一下再来研究法条 我们来看现场的这个状况 我请教朗东 是现场白天到现在晚上了 你可以发现 大家就是发挥各种的创意 对不对 藐视人民该当何罪 对啊 你现在为什么国会可以这个样子 可以滥权到这个程度 那最多人 批图或是说苦手的对象 或是说要肯定的对象 就是黄国昌了 那这边是 我是花莲人 我藐视国会 再来我们来看 这个 他说高雄台北来回 一张票多少钱 1490对不对 对 来回 2980 但是自由民主单程票无价 这边呢 我想说什么花瓶 不是它是要呈现一个红葱头 红葱头 然后呢这边啊 阿嬷冰箱的葱烂掉了 就都是在苦手黄国昌 今天下雨 而且呢一度我们看 从新闻上你看到 全台各地有一些雨室 其实都造成 有那个鸡烟水的情况 这些人 不怕落后淡地 这么辛苦 又闷着又什么的 还是愿意站出来 你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最简单的 就是因为他们受到 黄国昌的召唤 因为这几次就到现场 大家有非常多 这个创意推陈出新 包含是我这两天 都在认真的恶补AI的音乐创作软体 因为创事表 你不是在练歌 你是要创作歌曲 没错没错 因为你只要自己会填词 其实你把它放进去 就全取风中 歌就会弄出来 那里面有个技巧 是那个歌会有 粤语跟华语 这个交杂在一起 所以我这些努力的 克服这个问题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是说 其实这完全不是任何动员 而是整个新世代 从太阳花 到这一次的 新的轻鸟运动的一个世代 一起站出来 对国民党蓝白产生不满 我在翠上面看到过去很多 对蓝绿都有不满 可能勉强会投给民进党的人 他这次出来直接讲说 蓝白不倒 台湾不会好 他变得很坚定的 知道是说蓝银跟白银 就在国会里面搞乱 在恶搞台湾 刚刚的黄哥讲到说 这个改了这个文件的事情 就是物件 临时把它修改成档案 我特别去搜寻了一下之后发现是说 物件确实在人民日报过去里面就讲到说这三类人 讲的重点团结物件 对 中国的用语叫物件 其实我有点怀疑台湾的物件的定义是什么 物件的定义 我们认知的物件就是 这算不算物件 我们台湾一般会用物品不会用物件 对啊 这不是台湾我们的习惯用 物件的确是中国的用法 对因为物件一般是城市设计语言里面会有物件导向的物件 那一般生活中不会用这个词 可是呢 在中国另外一个 征集革命物件走访抗战老兵 去湖南革命的这个通知等等 那这个物件是什么 其实就是东西 对于中国来讲 就是用物件 犯称所有的资料 东西 实体的或是抽象的这个物品 他们都用物件这个词 因此一开始的版本 为什么这个 很可能一开始在蓝白他们的立院助理里面 就有中国的人士 或者中国直接下指导期 给他们那个范本之后 他们拿这个去弄 然后因为也没有经过委员会去审议 没有实质上 就算没有下指导期 显然他们参考资料 他们的那个参考范本 这设计才有问题 才有说什么 请律师还要经过主席韩国瑜同意 才有办法去请律师 这种很荒谬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是说 这次这场运动的话 在目前最新的美丽岛民调当中 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在民进党 几乎在每一个年龄层 从四月跟五月对比 支持度就上升了7.38 3.4% 上升最多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40到49岁 上升了10% 60到69上升了12.5% 然后国民党严重的减损 特别是在40到49岁 跟60到69岁这边 也就是所谓的壮年 以及中产阶级的一个世代 是严重的减损 那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过去 他投给蓝白 是觉得是说他会在民生法案上有建树 但这个事件就看得出来是说 他们最在意的从夏立言去中国 马英九去中国 再加上说傅宫局去中国 他们是聆听中国的旨意之后 按照中国指示去搞乱台湾 这一点就算是他们硬闯 做官三读通过之后 还是会被所有台湾的民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这股能量将会持续到明年后年 国民党如果不能够摆脱中国的一个枷锁跟控制的话 我认为他们失去的民心 并不会因为时间因素就会回来 失去民心很重要 刚刚朗东简单的分析了 有关民调的数字 那个涨跌 那个消涨 很恐怖 不是一趴两趴 来来回回 这样是二三十趴的差别 而且那是二十二二十三的 还没有到现在 现在还在持续在酝酿中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持续来看 你许晓晓 在那边举手 到底这个法案他们有没有用心 粗糙的程度我们等一下继续剖析 国会扩权法案 讨论比较多的 不是在李宛姨里面 是我们的节目上面 各个政论节目讨论非常多 可是却在立法院不能讨论 而且我觉得他们善效的态度 让我真的不能忍受 阿苗 你是这几天 你都陆续有在现场 时间长跟短 你刚刚讲说 如果你在过去的话 可能等一下出不来 所以不能赶我们通过 所以你就没有往里面靠近 但是因为国民党讲说 这是民进党老人来的 然后黄国昌讲说 场外的民众都是受到 民进党散播假讯息 而迷惑产生的误会 他说他已经有讲清楚了 汤姆 国民党都没有进步 三年前 我们的318太阳花 那时候国民党最爱说什么 他们最爱讲说都是谣言 对不对 他们最爱讲说 人家马英九是哈佛法学的博士 这样一话 不只是耶鲁博士 还是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那两个博士 教授 你们这些跳出来质疑的人 你们有他们懂吗 你们是哪肯冲 对不对 以前都是这样子在质疑太阳花的嘛 那当时国民党也说 黄国昌都在造谣 对不对 都贴他这个造谣的标签 绝不可少的说辞呢 就是场外的群众都是被民进党迷惑 被民进党包吃包住包玩包喝 台北一日游 在那边这个错误的包围立法院 十年前听到耳朵都长简 新闻资料带掉出来 那个郭敏党都没进步 说辞都一模一样 那只是大家比较讶异的是说 奇怪 十年前被说是造谣者的黄国昌 十年前被说是 他被民进党煽动 所以才攻进立法院的黄国昌 今天谣声一变 是穿剧变脸似的 十年下来 哇 变成国民党的脸 他今天讲的是什么 他今天讲的不就是 他以前被国民党骂的台词吗 对 场外的民间团体和学生 是听了民进党的谣言 我们已经非常负责任的交代 我就问 恶毒的所有过程里面 黄国昌有没有曾经一次站上发言台 为他的最高机密版辩护 阿淼比较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广告 回来让阿淼来继续论述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开的框 我们稍早之前 我们连线的是立法院的场外 我们现在呢 我们搭个高铁四十分钟 不用 我们一秒钟就可以到了 我们来台中来看看台中的情况 台中的轻鸟行动 所以一直到晚上的十点钟才会结束 很多人下班下课之后 纷纷到场的来响应 我们连线给记者谢云珍 持续来关注台中的轻鸟行动 可以看到呢 现场可以说是越晚越多人 可能是呢 许多人下班呢 就陆陆续续来到场声援 目测呢 现场大约聚集了三百多人 可以看到呢 许多人呢 拿起麦克风来发展自己的意见 那现场呢 因为许多人呢 可能就是从五点多活动开始呢 就一直陆陆续续呢 在这边做抗议的行动 所以呢 其实有些人可能是有恶肚子啊 或者是要补充一些水分的状况 那可以看到旁边呢 有一些后备资源组 可以看到许多的那个饼干啊 还有水啊 还有书袍运动饮料等等呢 可以让这个民众呢 补充一下这个体力 那让民众节节可不至于 会有中暑或者是脱水的状况 那目前呢 虽然预计呢 台中天气呢 今天是会下雨 不过现在呢 还没有下雨 天气还是非常好的状况 大家看到除了这个饼干之外呢 现场呢 还有咖啡店呢 特别来 充了咖啡来的现场声援 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是准备了多少份 然后几点就开始了 我们在店里面 大概两点开始准备咖啡 准备了一百多份的咖啡 在桶装的那个保温桶里面 然后也预计在现场 要充足大概一百份 但因为场地的关系 可能现场就没有充足 以现在桶装咖啡发完为主 对 我们大概充足 还是准备什么样种类 都是美式咖啡 因为是考量到大家 比较方便饮用 因为可能会 如果准备了其他的 比如说拿铁也会放到大家 可能会有饮食的疑虑之类的 所以都是准备美式 然后也有准备绿瓜是咖啡 可以让大家来回去充足 为什么今天想来做这个咖啡 就是声援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上礼拜都有去台北 然后这个礼拜因为没办法再上台北了 然后刚好有这个活动 我们想要一起来参加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 去应援这个活动 那我就是用我自己的资源的话 就是拿咖啡来请大家喝 对 咖啡店也来声援这场活动 用自己所有店里的资源来声援 那可以看到目前的咖啡也快被拿光了 不过就算这个咖啡拿光之后 这个咖啡店这些成员 还是会依序留在现场 等到这个10点活动结束之后 一起跟现场的民众一起撤离 以上现场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镜头交换房 这就是台湾人口爱的地方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时间出时间 对不对 大家都要展现自己的那个意志 来看 刚刚看到台中有人就是可能咖啡 小点心等等的 让民众可能下班 买买买东西 可以来补充体力 那我看到在立法院周边 有人一道来 100颗包子 就是要帮你补充体力 我们看看今天 那个课金不一定是公罵 因为年龄层下降中 而且我看到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是 那个商圈 那个商圈的店家 他们就是各式各样的店家 集合起码有10个店家 来干嘛呢 我不管是饮料 滷味 还有一个凉粉博 捐这个凉粉 那还有刚刚旺哥说客家人最喜欢的超阿贵 也有人赞走 九份金矿博物馆赞走超阿贵 还有这个贤派 西式的 不管中式西式的都有 现场的一个最吸引我的画面是什么 是那个红酒炖牛肉 现场的红酒炖牛肉 现场的红酒炖牛肉 厉害吗 厉害吗 就在济南教会 以吃的方面台北厂全胜 台中高雄厂加油 要加油 对不对 差很多 那今天跟大家讲 15个县市的串联 各个地方 台北新竹市 新竹市据说会有 之前很红的提款机 他会去那边 到那边 如果想要试试看 那个提款机的感受的话 你也可以cosplay 苗栗 你的家乡 家乡 这里这么蓝 这里这么蓝 但是选择站出来 彰化云林 胚鸥 离岛不落人后 还有屏东 新竹县 宜兰 台中 我们刚连线过了 南投 花莲 花莲 南投 嘉义 台南 高雄 高雄的场地有换 因为换一个空间更大的 拉巴队 凹子底公园 那阿淼刚刚讲到的是 黄国昌 你不是一度要模仿他的语气 没有 他就是讲说 大家都是被煽动 对 我觉得今天 傅昆奇 还是国民党任何一个谁 都可以讲这个 反正这是国民党固定台词 但是唯独黄国昌 他最不适合讲这个 因为他过去 就是 这个被视为群众抗议的领袖 对 那如果群众是因为造谣 所以才上街头 难道十年前他都在造谣吗 为什么他今日可以如此贬低在外面的群众 我非常怀疑说 他从街头运动 攫取了这么大的政治能量之后 现在竟然反过来贬低上街头民众 说你们都是被骗了 而且他今天在 这个公开立法院受访的时候 他不敢回应一群人 他不敢回应那一百位出来联署 要求立法院退回委员会重审的法律学者 我想他恐怕也是不敢公开在全国媒体的镜头前讲 因为那里面可能有他的同学 有他的学长姐甚至有他的老师在里面 奇怪了 黄国昌你是康乃尔法学博士 照理来讲你身边有很多学者 你能够组织一份名单出来支持你 这次修法的程序跟内容吗 我已经帮他想好了 第一黄国昌博士 第二翁晓玲博士 第三吴宗献前检察官 其他我想不到还有谁 其他我想不到还有谁 为什么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其实昨天那个法学者连署名单出来 一开始才39人 一天之内标破百 大家都在脸书上留言说 加一加一都要加入 为什么 看不下去 那我今天为了解黄国昌他的看法 我还特地看了他的直播 因为大家都说 他的粉丝都说 你要去看老师直播 你才知道 其实我们都有看老师直播 不是看他这个俊俏的脸庞 他今天在这个直播上提到 法学者连署要求退委委会重审 他的说法竟然是 他觉得他就说 我有一个朋友传讯息给我 他也没说那些朋友是谁 网路上都有个起手势 抢着我朋友 怎样怎样 但你朋友是不是你 这我们不知道 我一个朋友传讯息给我说 那个声明也太空洞了吧 太空洞了吧 要怎么样去退委委员会审查 那这个你们这些学者 以前帮民进党写的法条 写的多么粗糙啊 我写的都比你们好 我话就说到这里 我不想讲太重的话 我心里说哇真厉害 他就如同林俊宪立委所描述的一样 林俊宪立委说啊 现在立法院里有一个手机儿童啊 你给他一支手机啊 他可以对着里面笑一整天啊 光是给他一支手机好像拥有了全世界啊 只要有了直播 他就拥有全世界啊 他在他的直播里面对着他的网友 对他过去的这些法学界的同僚是 极尽善效之能事 虽然他没有什么提出具体反驳 他只说人家的声明空洞 但他的回应更加空洞 那可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所有全国媒体的摄影机对他的时候 他敢不敢接受连署的学者说 我们出来辩论 他不是最爱辩论吗 现在很多网友都说 黄国昌是不是跟谁灵魂交换啊 怎么跟以前通通都不一样 又不敢出来辩论 又说我自己已经很负责跟社会交代 我才想问 你什么时候跟社会交代过任何事 在审查法条的过程当中 逐条讨论的时候 你只不过讲了两百多个字而已 那不是你写的法条你觉得很棒吗 后来你拿出什么 最高机密版 对 最高机密版 全新整合版 跟之前在委员会开公厅会 逐条审查都不一样的版本 对 请问你在院会站出来辩护多少次 零次 院会 每一条只有一个民进党的发表三分钟的反对意见 然后就表决 就通过 对 以后立法院的后代子孙 看到立法院议事录说 奇怪 这法案真奇怪 怎么发言的百分之百都反对 结果最后都通过 没有看到半个人出来说他赞成 最后举手表决怎么会赢呢 到底这个法案是谁赞成的 甚至在后代子孙 看到说 可能司法院大法官后来会宣告这个法律违宪 然后宣告之后后代子孙要研究 到底当初是谁立了一个支持这么荒唐的违宪法律 结果看了 没有名单 没有名单 只有举手几票 赞成举手几票 反正没名单 黄国昌你也没有在上面留下记录说你站出来 在院会对立法院公报对立直负责说你赞成 请问你对社会负责什么责 这种可以名流轻使的时候怎么不敢留自己的名字 这个不是叫名流轻使 这叫余臭案 你说你都在直播里讲 直播算是对国人交代的最正式管道 你是立委 你不是一个网红 你不是一个直播主 你一个月领纳税人20万收到你自己口袋 结果这么重大可能牵涉到 绕过修宪途径的变动宪政秩序 你立法院桌子好 你直播在那细细练 做手机儿童 我想说奇怪 我们的立法院怎么变成这样 今天你立了一个法规定官员不能说谎 但是你在这个法同时 你纵容所有的立委说谎 我昨天最不高兴看到傅昆琪讲说 你包吃包住包玩都拿民进党的钱台北自由 这是不是说谎 这是不是虚伪陈述 你国会改革要不要改掉这种公然说谎的立委 我們给它找到的宾对方 acres 这就是小pared